大家好,我是金姐在日本 今天中午吃的有点油腻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一个养生粥 我现在呢,教大家买菜的注意事项 买菜呢,其实也是非常有学问的 你买菜的时候必须买新鲜的 并且呢,是当季的 最好是呢,你家附近产的这些东西 俗话说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当然了,这个意思并不是别的不可以买 买海鲜呢,如果是这种减价的 这要当天吃 海鲜如果不新鲜了,就会发出一股味来 所以呢,就是随买随吃 即使是减价的,也是非常好的 买咸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不要买味道太重的 盐呢,摄取的太多,对身体不好 但并不是说就不能吃了 只要你把握住一个量 吃了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呢,不管吃什么 一定要把握住一个量 嗯? 日本在后面病病病时吃白类肉吗? 嗯,吃对身体弱的 胃病病病褪瘤的 毕业病病病都是操作的 毕业病病 毕业病病病病病时吃不完 哪有病病病? 吃得不及 colours? 吃得不及的 你像病病人�病毒 对,似乎病病病 有 有 入院了時,我一直在家庭 那是在病院出售嗎? 在家庭上,我沒有在家庭上 喉嚨的病毒 所以,我沒有在家庭上 所以,我沒有在家庭和醬油 我媽媽領的味道 所以,我沒有在家庭上 看護婦,我沒有在家庭上 你會在家庭上嗎? 在病院或入院地上 吃不下 乳吃不下吗 吃不下 吃不下 薄味 白白的乳酪 什么都没有味道 可哀想 所以自己的乳酪 吃不下 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一个长寿的国家 要想健康的长寿 也需要在平时的生活中注意很多事项 我昨天去老人院上班的时候 请教了一位102岁的老人的饮食习惯 他平时吃饭的种类非常的多 后我会一一给大家介绍 今天就先给大家讲一个粥 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刚刚做好一碗粥 在日本这个粥是生病的时候才吃的东西 我今天中间放了一颗梅子 标上放了一点海苔 有的人还会在上面撒上一点盐 其实在国内的时候 我妈妈也是有时候会给我煮稀饭吃 说是预防上火 日本没有上火的这种说法 喝粥的作用就是让胃休息一下 在生病的时候 尽量减少身体其他部分对能量的消耗 不光这样 日本还有很多别种的稀饭 看样子有点像广州那边喜欢喝的粥 日本的粥是粥的泥它是粥的吗 日本的粥是粥的吗 粥是粥的吗 不味道是粥的 但要吃粥的 但 things that you get off dristen 煮了 有Watch 乖 whimper 也讀 skinner favorite subito hair 多 Irish vez於在庵山上 不妙 sovereign rice 我只有 someday 我身族就閒bn了 我可能是在做的 我可能會做到 但是我媽媽是在吃的時候 我自己做的樣子 我年紀也得到所以 胃口弱了 以前胃口弱了 我以前是胃口弱的 有的樣子 我沒有吃 你也知道 你也要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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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呢 粥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容易消化 增强食欲 防止便秘 预防感冒 防止咽喉干涩 调养肠胃 年年益寿的功效 我们院的这个102岁的老人 他每个礼拜要吃两次粥 他吃这个粥呢 一般都在晚上吃 里面会放上各种各样的蔬菜 或者就是蘑菇之类的东西 一般都是食物纤维比较多的 西饭呢用鱼粉调味 汤呢非常的鲜香 最后呢打入一个鸡蛋 使营养变得丰富 并且呢非常好消化 我今天给大家做的粥呢 是螃蟹味的 虽然现在螃蟹比较贵 但是有蟹蚌卖 这些蟹蚌呢都是用鱼肉做的 但是它们的味道和形状 都是模仿蟹肉的样子 再放上一把小葱 样子就更加鲜艳了 虽然呢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 但是让它外观好看一点 会让你更加有食欲 再放上一点海苔 色香味俱全 配上几个小菜 那就更加美味了 一般呢食物呢 要用三个颜色来配 才可以看起来好看 好吃 什么吃的呢 橘子 橘子好吃的 我吃了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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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合所有的人 如果为了养生 你每天只喝粥的话 其实对胃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因为粥属于流食 胃在消化它的时候 不用很蠕动 它就会进到下一个步骤 如果它一直不运动 就会像人一样 越来越不爱运动 之后会导致胃动力不足 你之后再吃点别的的时候 它就消化的时间非常长 并且还会导致许多别的胃部问题 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 有很多食品加工的非常的细致 也会导致胃部不适 所以养生一定要谨慎 并不是说什么好就一直吃什么 要多样化 但是要控制好量 做到健康的长寿 谢谢大家看到这 我是金姐在日本 下期再见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哦